各位你们好,我龙卿家又来了 今天我介绍大家怎样拿番茄种子出来 还有它的保存方法 因为我看到有些用水洗,比较麻烦 我现在这些就省时间又简单 现在介绍了,番茄是我自己种的黄色品种 上暖10月收成至到现在,它很耐烦 其余那些就已经吃光了,烂了就吃光了 总之有种原因 现在我就拿了种子出来 现在你拿到种子,在番茄里拿到种子出来 就可以了,按一下它,吸一下它的水 因为有些啫喱状态黏在这里 看上去就很难拿出来 我现在介绍一个方法给你们 就很简单 那你现在呢,拿一些番茄种子出来 这样 那你用一只手,轻轻地按着种子 另一只手,手指甲就要对着啫喱状态 接着一扯它出来 那整粒种子就出来了 对吧 那这样呢 再来多一次 按着它 扯着 那这样就拌出来了 OK 大家看看 那这样呢 那接着呢 你就把这些番茄种子放在一边 可以用厨房纸的 那报纸就可以了 我试过用报纸 那如果报纸就不用钱了 厨房纸就要钱了 那已经为原则了 那通常呢 拿些种子出来之后呢 就等在这里 扯干它 那你等几日 等几日 就可以了 风干它 风干它之后呢 你便用个瓶栽着 接着呢 就盖住个盖 这些瓶呢 就是那些 果醬那些瓶来的 用个封物的罐 就是个盖是封物的 很封物的 扭住它 留回来用 那它可以用呢 用了多久呢 可以用到 可以储存成八年呢 我试过 试过种八年 用番茄种子 全部都可以发芽的 发芽率的 机会很大的 那或者其他种子 就不可以了 有些就不可以了 好像举例来说 灯笼椒 灯笼椒 就是一年少于一年 就是它发芽率 一年低于一年 那番茄是最好的了 那我自己在德国 如何储存番茄种子 因为这里比较干草 不同于香港 香港就很濕 那我就用纸包住它 包住它 就存在 存在 然后就写日期 在这里 那我就不停用盖子 盖住它 不用封物的 那我就可以储存 年年地用了 其实如果你自己种 可以都不用 你买一个番茄 就已经拿种子出来 立刻放下来 那它就会生 那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选择一些番茄 最好买一些有机的番茄 如果留种子 因为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 科学越发达 破坏力就越强 是吧 那如果你用有机的那些 它的破坏力没那么强的时候 它生存的机会 就非常之高 那也健康一点 那我又讲一讲一下 我种番茄 有些心得 那通常呢 我种番茄 我种几种番茄 那有些是黑色的 就是叫做巧克力番茄 有些是车尼棋 有些是肉棋 之类之类 那我就贪得意 就种了它 就是每样都种了 跟着用价格的方法来种 种了出来 我有一年种了出来 本来是红色的番茄 我折薄了在黑色的番茄里 跟着它出来的番茄的效果 红色的那些 就是有色素 就染了黑色 那种子都是黑黑的 这些就是我存起的黑色的种子 就是接驳完之后 做完价格法之后 收成之后的番茄 拿出来的种子就是黑色的 美行价格之前 就是原本的番茄 就是本身这样的色 就是不是黑的 那很好玩 就是我觉得很有趣 那或者我晚些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价格法